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整辆特斯拉就卡在货车的车底 车尾不断闪着红灯 而后车厢也因为强大的撞击力道变形 车头严重扭曲车顶还被削平 这起特斯拉撞货车事故发生在美国底特律 就在11号凌晨3点20分左右 这辆特斯拉行进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撞响货车 这辆车塞进货车底导致车上两人 驾驶和乘客都身受重伤被紧急送医 货车被这辆白色的特斯拉Model Y拦腰撞上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已派出特殊事故调查小组前往调查 底特律警方目前无法判定特斯拉驾驶 是否使用了自动辅助驾驶或是全自动驾驶系统 但是佛州曾在2019和2016年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造成了致命的车祸撞击 而当时驾驶都有使用自动辅助驾驶的功能 日前特斯拉才向美国加州监管机构明确地表示 在不久的将来要让汽车实现完全自动驾驶 这件事情完全自动驾驶系统办不到 开特斯拉的驾驶还是得随时将手放在方向盘上 注意路况避免潜在风险 会有发展击的尽力表示 如果记得转过那种驾驶系统